郭文貴議員 還有我們法務部啊 法務部今天來了 次長 林次長 請 我們海基會 海基會林董事長 首先呢 我先請教我們這個 法務部 林次長 次長 昨天啊 那個 我們 陳次長啊 到我們本會來啊 有去提到啦 說曾經有個個案 就似乎是指菲律賓的案件啊 好像是各個部門 外交部門 或者陸委會 一直對外積極啊 在營救 那法務部呢 去通知中國的公安抓人 這個昨天啊 在本會似乎這樣的一個案例在 我希望請 次長 你在這邊再做一個更詳細的說明 我問我們的主管師 我們就是發生這個案子的時候 哪一個案子啊 就是剛才講的菲律賓的那一個案子 哪年哪月啦 他們菲律賓啦 2月5號 2月5號的 哪一年的2月5號 今年 今年 哪一個案子啊 菲律賓哪一個案子 就是菲律賓有一個人在大陸犯罪被發布紅色通緝令跑到菲律賓去 就是我們的國人在菲律賓然後被大陸發布紅色通緝令的那個案子 菲律賓那所以說就曾經我們的陸委會跟外交部想去積極營救 那我們的法務部就去通知中國的公安部門把人給帶走 是不是怎麼一回事 應該沒有這樣的事情 不然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人已經回到台灣來了 是嘛 我現在不是在講結果嘛 對啊 我們在談這個處理的過程嘛 那到底你說沒有開會 那到底法務部有沒有去打這個電話 通知中國的公安來抓人 這個要講清楚啊 我在這裡保證沒有這回事啊 不可能說一句 我們怎麼可能這個做出說請 那個公安說請你們來把我們的人趕快帶走 那你們不是講說這個案子到底是沒有會議記錄 然後有電話的聯繫 是誰跟誰聯繫 是由國兩師剛才昨天的陳市長 他們負責跟各部會裡面 那邊是聯繫的 那邊是聯繫的 然後跟那個 那個各部會的方式 本席昨天所聽到的是說這個案子 還有上辦到行政院耶 陸委會 那個夏主委 是 昨天應該你也在場嘛對不對 是 可是我覺得昨天陳市長我認為他說錯 第一個絕對沒有開會 這個案子沒有針對這個案子開會 主委 你了解這個案子是什麼案 我現在發現不太單純耶 這個案子我 會不會剩下三十幾天啊 各個行政部門啊 對任何的一個涉外的重大事件啊 這個案子我們只是從外交部駐非代表處發回來一個電報 知道有一個國人涉案 然後這是11號 然後14號這個人就回到台灣了 我們只知道這樣子 而且中間沒有開會 我用人格跟你保證沒有開會 那怎麼會我們的陳市長昨天 我覺得他一時口誤 你認為陳市長是口誤 我真的認為他是口誤 那市長你們也沒有 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我 昨天陳市長是很斬釘折腿講說 這個案子有上報到行政院 不然是什麼案子會上報 有哪一個重大的事件 會跨部會上報到行政院 法國部的 他昨天怎麼打我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經過查證裡面 說沒有開會 就像下主委所講的 沒有啊 不然你們什麼就是上報行政院 沒有 你是在把大家討小的 那邊的議員大家都很看到 各部門全部都有看到 沒有上報行政院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 我非常懷疑 在2月16號的時候 確實有跨部會的一個會議 那個是2月16號是有一個 他的一個協調會是有啊 為什麼會有2月16號 陸委會 外交部 甚至於 警政署 有不同的單位 你們要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 我們我們召開這一類似的會議 是經常性的 就是有關於兩案 裡面怪了 裡面特別談到 法庭便利原則 水利原則 2月16號開完這個會做成決論以後 發生這件事情了 中國人就帶走了 2月16號召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2月16號召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不單純 是針對哪個具體個案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說 我們不是針對著具體個案 是 沒有那個沒有針對 具體個案 所以 會莫名其妙 把各部會找來 欸你們現在是都很無聊的喔 春三十幾天大家都演演 啊 沒有事情說 欸我們都沒有事 啊各部會我們來聊一下 我們找個議題來聊一聊 然後做成一個決議 不可能 我們不是說無聊 因為那個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會有 經常性 遇到有所謂的定期的 非定期的 一起討論的會議 所以希望大家是 其實啊 市長 你們可以大膽的 做出你們的判斷 是 我覺得也很好 是 本案啊 其實我們昨天討論了很久 它並不是單純的一個 法律案件 是 你像譬如說 你陸委會 跟外交部 他在第一線 在衝鋒獻證的時候 如果行政部門 你腳步不一致的話 就會出現今天這樣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看法 對委員的 呃呃 著見我非常贊同的 我們 本來對外就是要一致 不能夠大家 腳步不一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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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 其實喔 你們這不是神來之筆 法務部 既有 既有的一個主張裡面 就很簡單 我也是法律人 你們的想法就很簡單 第一個 受害者 我們這也不受害者啊 第二個 引渡到國內 能怎麼樣 馬上 搞不好連起訴都沒辦法起訴 所以才會有 2月16號那一個決議 你們去認為 證據 人政 各個市政 全部都在被害者國家 你們才會做出那個所謂的 法庭最便利原則 甚至於 結果的原則 合理啊 可是問題是 這不是單純的法 法律見解啊 當初既然 跨部會全部都 在開會啦 外交部也特別在2月16號裡面去提到說 他們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們最擔心的是 在第三地犯罪 然後到最後 人 不是遣送回台灣 主委 你一定特別有感 下主委你一定特別有感 我今天沒想到又聽說 按照 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跟聯繫管道 啊 依照這個精神共識 大家合作來偵辦 啊辦完以後趕快給我回來 這個案子到最後 結果我已經知道了啦 我們對陸方提出的要求 第一點呢 就是要他儘速通報 他剛剛已經有正式 用電話打電話來說 通報 這個人已經三七個人 到了海定看守所 然後他的書面的通報 很快就會來 我想 兩岸的協商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啊 這件案子我們讓國人看到 還三十幾天 政權要交替 行政部門啊 多頭馬車 沒有辦法 對外有一致的一個看法 我們有關 有關這個肯亞事情 對外完全是看法一致的 我們在極力的爭取 我們的管轄權 主委其實我們想要問你呢 2月16號 陸委會適合派員參加的咧 時間停一下 我們外交部也請上來一下 外交部你也有去開火咧 你也有去開火咧 結果當法務部做這樣一個主張的時候 外交部跟陸委會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你們順從 陸委會所發言 完全是堅持到我們所原有的立場 是嘛 你們堅持你們的立場嘛 外交部有他的擔憂嘛 結果你們做出的決定是什麼 沒有結論 阿結果咧 沒有結論 用頭打電話 來喔 來喔 那個 陸委會快去拚 外交部在台山快拚 所以阿 本席要講的就是說 那個會議16號是已經事情 那個人已經回到台灣了 事後的 是嘛 你那個講結果嘛 我在看你們處理的一個過程 本案阿 他超級敏感阿 市長阿 這不是法律問題啦 這怎麼會是一個法律問題呢 涉及到國家主權的 哪是單純 法務部你們這樣的一個單純法律思考呢 委員的指教我會跟部裡面的同仁講 有很多案件的處理 要兼顧現實法律 還有一些我們自己本國的利益 這個是 就是有很多的政治面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 法務部不是一個政治的部門 所以法律在這邊 所以必須要召集 像外交部 像陸委會 他們做 他們的答案我告訴你 他們的答案很簡單 我們會遵從他們政策的指導 你們遵從你的指導 他們那個都是八股 剩下三十幾天 我告訴你答案 你回去跟法務部同仁講就好啦 這沒辦法 碰到這個案件 叫做政治事件 那之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中國斷馬英九已經是死亂中氣啦 現在要對這新政府下馬威 這幾天我看到了 我看現在的政府都已經下這種結論了 重點我要強調的不是在此啊 我們還是要 雖然講是這樣 但是不能夠脫離國際大家共同認識的法理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法務部堅持的就是說 在法理上要講得通 所以關於肯亞的這個案子 我們認為我們基於國籍的原則 我們本來就有管轄權 所以我們就一直堅持說有 那大陸怎麼主張 那是大陸的事情 但是管轄權在國際間 經常發生所謂的衝突 這種案件太多了 那你也很 那次長你也叫我講政治話啊 不是啊 好啦你說你有管轄權很好 還有管轄權回來審判權誰審啊 對啊 那審判權的時候沒有審判權的時候 根據審訴訴訟法規定 他由最高法院他可以指定審判機關 所以你看看這樣揮啦 所以啊我會覺得說非常可惜啊 真的非常可惜 一個國家的各個行政部門 針對涉外的一個事件 沒有辦法有一個既定的處理邏輯 就像你們剛講的 有開會啊 沒有結論 跨部會喔 開完了沒有結論 一而不決 碰到什麼事情怎麼處理 打電話 我不認為法務部 膽子有這麼大 按照本席的揣測 有更高層 有更高層的指示 才會有2月16號這場會 甚至於 才會有羅因學部長 跑到中國去 這個要幹什麼 要把所有的案件 兇本剛剛把它解決掉 所以政府的政策一定 我強烈懷疑啊 政府就是要把 第三地犯罪的 所有的 只要行為的結果地在中國的 把人員 全部都交給中國去審判 我想我 我的邏輯通吧 我的邏輯通吧 不然為什麼有2月16號 這一場一而不決 莫名其妙 沒有任何事由 沒有具體個案 大家一體來討論 然後討論完以後 羅因學到中國 然後羅部長到中國以後 事情發生了 就真的這樣幹了 你們沒這麼好打 要不要搞一個英武者 主委有沒有 馬總統有沒有這樣交代 沒有這個時候 沒有任何人這樣交代 你這麼沒辦法 剩30幾天而已 沒有就是沒有 你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天底下有這種行政部門 你告訴我 現在法務部的立場也是一樣 這個只要是我們國人 我們要爭取回來 我們有管轄權 是嗎 市長你再起來一個 還有兩分鐘的 你給我開水 為什麼會有這場會議 你現在依托我這一個 這麼聰明的法律人的想像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 會開這種會 對 我對委員很聰明 我一向都非常了解 因為你在歷史界很久 我也認識 我哪裏這個 我裏這個 但是這個聰明的時候 跟有時候事實裡面會有差距 我剛才站在國會的殿堂 但是你要說理說清楚 讓我有辦法去想像 幫你這個會議合理化吧 我剛才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我們所以會有會 有的是定期的 有不定期 就是會 中和來真的 你假期 假期就議會知道 我們會去講這個會 講說了 羅英學走到香港 羅英學回來以後 人真的 變成是法庭便利原則 這樣幹啊 你提到羅部長到大陸訪問 我先跟委員報告 其實他是在 我們大選之前就規劃 經過大陸的人民檢察院的院長 就是檢察長 曹建民先生 口頭當面 因為他去年來訪問 口頭邀請我們回訪 那我們本來是在去年 差不多11月間的時候 就有規劃要去 但是剛好碰到大選 部長在大選期間 不在國內 所以他認為不適宜 所以後來就改為說 選後去 結果選後去的時候 又發生了毛部長請辭 所以他請辭 內閣都要總辭 所以又延後 他變成請辭待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陰謀早就已經在進行 不是這個就是說 完全沒有這樣 剛好發生這個事 那你偷偷告訴我啦 我跟你講你偷偷告訴我啦 那既然都沒有書面的 你們偷偷的去打電話 叫中國來抓的有幾件啊 完全沒有 我跟你人格保證說不會 不會這樣子 你也都不知道就對了 不是 不會有這種事情嘛 我跟你講說 再怎麼壞 怎麼會壞 我們不可能出賣國家利益 剛好你現在的想法 剛好2月16號的 那一個你們 法務部的主張 完全相反 這個法務部的主張 沒有 沒有啦 法務部的主張 你告訴我你唸出來 你唸出來 法務部的主張是在講說 因考量是不是能夠有什麼 有罪犯罪的有效制裁 或者在無法掌控的話 最後政績不足不足以 神之以法 對於國際及國際合作犯罪 以及被害人金屬傷害 在管轄競合的時候 國際上冠刑也可以參考 通常屬地原則 跟便利原則會被優先 所以說嘛 來 請下請教 若個案有特殊性 我們必須要個別商定 他是這樣 他是法律人講法律話 把國際的慣例的法律原則說明 但是他最後還是留了一個尾巴 說個案特殊的話 我們必須要再有個別的商定嘛 那現在發生的這個肯牙 我們也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積極跟陸委會 跟外交部共同會商 現在我們沒有任何所謂的 什麼步調不一致 所以陸委會通線我們就做啦 市長 你不要騙我是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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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找的是 就是這個會議制度 你不用給董事長先放下去 你以前在問那個被告 都說暗眾出宮 你會記得嗎 那被告先說什麼 推定說 這就是真的 同樣的 第一個時間點裡面 法律部對話的講法是什麼 法庭便利原則 屬地原則 我是用法律人在猜測你們的想法 很準啊 不要騙 那個不莫名其妙 你會招出你的言論出來 事後你再圓 圓圓圓 我要做結論了啦 就是說 任何碰到 有多個機關 必須要去共同會商的一個事件 他要去法律部 不要衝那麼快 那他會死人 到來這間大家都會三五年啦 你知道嗎 我好意跟你講 謝謝 法律部現在講法是什麼 我早就把鵝肉給他賺到了 第一線通風憲政 那聖母露館是什麼你知道嗎 四月才知道 四月才知道這件事他拿出來 你看出來 你有沒有看 聖母露館把他生孩子 那不然你輸了 還好也四月切八斋 想知道就認 啊認 老公 我們別條的啦 然後又僵硬得很啊 你說法庭便利原則有沒有錯 本席認為沒有錯 屬地原則有沒有錯 也沒有錯啊 這問題不在這裡啊 當國人同胞在外 有可能 兩個大原則把你框住 可是沒有任何具體施政的時候 人就被人家給送回去 有可能造成 國人的生命 自由的一個危險 所以才有外交部 才有陸委會 在那裡打拚 結果原則把它確定下去 危險 但這個案件不單純 所以 以後我要不再本會 針對這麼敏感的事件在發言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你們現在也不成功 你們不要當作這樣刷牙 待會有人問什麼又不知道 我了解 但是我剛才講的都是千真萬切的事情 真的是 謝謝 請回 這個 各位列席官員 2月16號 手上這張會議紀錄 這個是有會議結論 不是沒有會議結論 是有會議結論 是有鐵山的一個會議的事面 這個是有會議結論 那我提醒各位注意 這個法務部 在講 這個其實昨天大家都講過了 法務部在講說 屬地原則跟便利管轄原則 然後就個案 陸委會講什麼 陸委會講說 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75條 我方有管轄權 這個是我們 法務部沒有主張 法務部沒有主張 最後的會議結論 我把它講完 在會議結論的時候 這個陸委會的主張 是沒有被放在裡面 這個會議紀錄 我想各位手上都有一份 所以大家在批評法務部 不是沒有道理的 來 接下來來瑞隆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那個陸委會下主委 還有海棋會林董事長 還有警政署黃副署長 還有法務部的林次長 謝謝 主委想請教一下 昨天有提到說 請你趕快去熱笑 下午趕快跟這個 下午趕快跟這個 這個 張之隆叫主委員 通個電話 然後看什麼時候 可以盡快來接